Hello,大家好,我是兔玩英雄信念营的导师与魔 今天给大家带的是卡牌的课程 首先的话,讲解之前我们先说一下 我这份卡牌的课程,无论版本怎么变更 只要卡牌的技能不变 这份课程是适用于任何版本的 你们不用以后纠结 版本改了,卡牌怎么玩,不用纠结 这个英雄的玩法永远都是这样 好,那么下面的话,开始我们的一个讲解 首先的话是皮肤推荐 皮肤推荐的话,我推荐西部牛仔 因为西部牛仔上面写了一个王者 你用了这个皮肤,顿时就感觉自己化身为王者一样 非常的帅气 这是一个皮肤,我们快点度过 下面的话,我们再来说一下 这个卡牌的符文以及召唤师技能来推荐 这个符文跟召唤师技能是一体的 也就是说你戴这种符文,只能戴这个召唤师技能 好吧 首先第一套我称为伤害套 这一套的话主要是由电型加上引燃两个增加伤害的技能来组合而来的 这一套符文怎么办呢 首先是电型,然后第二排点上这个雪之之味 第三排点上幽灵波罗 幽灵波罗,第三排的话不要点眼球收集器 因为眼球收集器是要杀人才能叠加的 卡牌并不是一个非常轻易就能杀人的一个英雄 最后一行的话我们点叹鱼猎手 可能有可能有人会说为什么不点终极猎人呢 卡牌不是很吃大招吗 这个是为什么呢 因为卡牌的大招在于你每个大招 有没有用到点上 而不在于你的大招好没好 用的平不平凡 这个我们后面会讲 卡牌的大招不是一有就要用 而是你每个大招一定要用到最恰当的时间点上 所以说卡牌其实不太需要点终极猎人 而点叹鱼猎手来增加自己的一个续航能力 负气的话 一般会选择点小兵驱制器 这个小兵驱制器的细节 我们后面也会讲到 这个驱制器的话 一定要驱制远程小兵 这样的话你在你的Q技能 才能直接清掉远程小兵 点着小兵驱制器 就是为了让我们增加我们卡牌对小兵的伤害 让我们更好的可以Q使远程兵 然后最后一行点出这个时间流去补药 这个流去补药就是为了增加这个移动速度 无论是打起来还是逃跑的时候 吃药水加移速都是非常好用的一个符文 好下面的小符文的话 我们一般推荐点攻速 第一行点攻速不要点这个法强 为什么呢 因为卡牌的一技能 首先卡牌的一技能就加攻速 再加上点的攻速 可以让你的一技能出发的更频繁一点 第二排的话我们一般就点法强了 最后一排也是一样 根据对方 根据对线的英雄 来选择点护甲 还是魔抗 这个适用类型 一般来说就电行这一套 符文比较适合对线一些脆皮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这一套 假如说 比如说对面小鱼人 艾克 捷 蓝刀 就这种脆皮 并且能杀的 我们就点电行套 我们再来说一下 介绍一下第二套符文 第二套符文是什么呢 我称为灵活套 第一套是伤害套 第二套是灵活套 这种的话就是点上一个起风的秘籍 加上我们的一个TP 这种符文适用类型 我们先说一下这符文怎么点 首先第一个是点起风的秘籍 第二个点上描表 因为卡牌的话是非常依赖今生的一个英雄 后面两个一样是小兵去之系 加时间不要 复习的话我们就不用点其他的符文 直接点一个坚决 因为这套符文没什么伤害 所以你需要一点的防御 第一套符文它有伤害 所以说以进攻代替防守 但第二套符文是没什么伤害的 所以你必须要点上一些防御性的符文 点上这个爆破 爆破 是为了让我们在中后期带线的时候 可以更快的拆它 点这个害骨度层 就是为了增加我们的肉度 小符文方面也是一样的 这一套的话比较适用什么呢 对象一些长手 消耗能力特别强的重担 但这种重担 一般的话 我带第二套符文是带的比较少的 一般都对什么应用呢 对象发条 辛德拉 以及泽拉斯这种 就是你完全碰不到它的英雄 你就点这一套 能碰到的都带电行 因为能碰到的带电行 卡牌的伤害其实很高 碰不到的那就没办法 我打一个泽拉斯 碰了碰不到它 我带电行有什么意义呢 对不对 我又摸不到的 电行都触发不了 那就没必要带电行的 所以这一套一般都是兑现一些 长手 手特别长 我们完全摸不到的 并且它的消耗能力特别强的 重担的手 带这一套 因为有起风的密集 可以换成治疗 让我们在线上的时候 多捺一会线 又有TP 可以被别人消耗残 之后残血 然后回家TP上线 TP上线 对不对 这是一个第二套符文 当然我一般个人 第一套比较多 下面的话 再来说一下出门装 出门装的话 基本上是不变的 卡牌基本上兑现 所有英雄都是会选择 出腐败药水出门的 因为我们说了 我们点那个时间流去补药 对不对 点的这个符合 肯定是腐败药水出门的 再来说一下 刚才说完出门装 我们再来说一下神装 神装的话是 时光杖 然后乌鸦之祸 金身 发生帽子 然后鞋子的话 也是一样 根据敌方阵容选择 一定的抗性鞋 如果敌方阵容 没有太大的爆发 对我们的生存能力 没有威胁的话 那你就出CD鞋 首先说一下 时光杖这个道具 基本是卡牌必备的 因为你们可以试试 卡牌如果不出时光 非常确然 卡牌如果不出时光 你一波团 大概也就能打个 三到四套左右 但你出了时光之后 基本上 你团队不可能 把蓝鸦打空的 所以说时光杖 这个道具是 非常适合卡牌 也是卡牌非常需要的 一个道具 出完时光之后 你的兑现的肉度 就基本上能保证 你不被单杀了 如果你不犯太大事物的话 那这时候就要补伤害了 补个无药之祸 弥补我们卡牌的 伤害不足的一个劣势 第三件的话 我们一般会选择金身 因为第三件的时候 差不多到了一个打团期了 那这时候你需要金身 来保命运用力 黄马只能运一个人 对不对 如果有多个人 突进的话 有可能你需要 这个金身去保命 那金身过后 你又需要伤害了 再做一个反弯棒 或者帽子 最后一件的话 那就可以看 敌方的魔抗 如果敌方魔抗高了 那就做反弯棒 如果敌方魔抗不高 那就做一个帽子 这是一个卡牌的出装 鞋子的选择 就我们刚才说的 如果敌方 我们的生存环境 没有威胁 就敌方不可能 秒掉我们的情况下 那么就做CD鞋 让我们多打几张 黄牌 如果敌方 AD伤害 物理伤害偏多 如果敌方 物理伤害偏多 那我们就做一个 这个护甲鞋 如果敌方 魔法伤害较多 或者控制较多 那我们就做一个水晶鞋 再来说一下卡牌的加点 卡牌的加点的话 有点特殊 它的加点是非常灵活的 一般来说 E级肯定是点W 这个是没什么说的 两级的话 我们推荐大家 打近战 学E 为什么打近战要学E呢 因为E技能会加攻速 并且有一个 额外伤害的一个被动 近战是很容易 被卡牌A到的 所以说我们在叠起 E技能被动的时候 可以用E的被动 去骁人 E的被动 比Q的伤害还要高一点 而且还是无消耗 就是没有 不耗蓝 只需要叠加就行了 如果你打越暗成 那就点Q 因为打越暗成 你A不到它 对不对 打越暗成 你很难用E技能被动 去消耗它 那么就需要用Q技能 配合黄牌消耗 打近战就点E 用黄牌配合上被动消耗 然后之后的话 就主Q-W 这里写错了 不好意思 之后的话 就主Q-W 这里我重复一下 主Q-W 这里写错了 不是主Q-W 主Q-W 这是卡牌的一个加点 好 那么第一节课 卡牌的基础篇 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节课再见 下节课 下节课